中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服务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服务业管理教学课程 在上一讲次 我们介绍了服务接触管理 在这一讲次 我们将介绍第16章 服务事务管理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修平科技大学 观光与油气管理系 邓秀玉老师 担任本讲次的来宾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修平科技大学 观光与油气管理系邓老师 本讲次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 服务事务 第二 服务补救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节 服务事务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介绍服务事务的意义 以及服务事务的类型 首先服务事务是指的是 我们在服务的消费过程当中 当服务人员和顾客接触时 让顾客有负面的感受 不满意或不愉快的经验 当无法提供顾客所要求的服务 因为某种原因的延迟服务 或者是核心服务 低于顾客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准时 都可能造成服务失误 需要注意的是 服务事务并不是站在服务企业 或者是员工的观点来看 而是从顾客的角度来看 有时候服务人员认为服务有缺失 可是顾客并没有感觉到 相反的 如果服务业者或者是员工 认为自己做得很好 可是顾客觉得并不如意齐 就可能会发生服务失误的问题 因此服务失误是从顾客的观点来判断 主观地认为 服务企业所提供的产品 或者服务 有没有符合顾客的标准 或者是可能造成不满意的情况 例如顾客到牛排餐厅用餐 点的是五分熟的牛肉 可是却是送上来全熟的牛排 显然是核心的服务发生了失误 未能够符合顾客的要求 或者是服务的品质 那么服务失误呢 对于服务企业的经营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顾客可能会因为如此而转移消费 让业者永远失去这位顾客 由于服务的生产和消费 往往是同时发生 在服务传递的过程的任何一个接触点呢 如果发生失误 都会产生顾客的负面反应 服务失误也可能刺激顾客的抱怨行为 顾客可能会透过负面的口碑来传递不利于服务企业的讯息 根据统计 每一位不满意的顾客会将其不满意的服务经验告诉约11个人 显示负面的口碑的冲击 有时候顾客也会投诉媒体 或者是寻求法律管道 甚至采取非理性的破坏和抱怨行为 导致服务企业的巨大成本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顾客和员工的观点 来探讨服务失误所产生的循环影响 因为服务失误是一个一连串 不断循环的一个反应 主要包括的是顾客和员工的循环 那么在每一个循环的任何一个点 都有连带关系的影响 而此两者的循环也会彼此交互的影响 因此服务业者必须要注意 服务传递过程中每一个环节 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以避免企业整体的服务努力失败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同学介绍 这个因果的循环 首先在顾客的循环的部分 如果顾客不满意 那我们也很难够跟顾客维持一个持续的关系 没有办法培养一个顾客的忠诚度 那顾客就会流失 也就是所谓的高的顾客转换率 那我们服务企业只好重复去吸引新的顾客 那么如此一来也会造成顾客的不满意 那么接着在员工的循环部分 员工如果不满意 那么他的服务态度可能就不佳 那员工可能会有高的转换率 也就是离职率 那对企业来讲 他的毛利低 那么在工作设计上面 他也是比较狭隘的 只好他用科技来控制服务的品质 那不管是在员工的薪资 或者是训练上面都比较不足 使得员工没有能力来处理 顾客的任何的问题 那最终也是导致员工的不满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个部分 那么服务事务的类型 那么过去学者 这个在宾还有其他两位学者 在1990年 那么就从关键事件的一个方法 那针对了这个旅馆餐厅 还有航空公司 这三大的行业 700件的顾客的接触的案例当中 去探讨呢 到底会造成顾客不满意的关键事件 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呢 最后归纳出来有三种 这个顾客不满意的三种的员工的行为 那么后来呢 在1994年的研究里面呢 又加入了第四类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请邓老师 为我们详细的来介绍 这四种的类型 是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有关于四类的一个服务接触的 服务事务的类型呢 第一个类型是属于员工对于服务传递系统 失败的一个回应 它指的是呢 当服务企业提供顾客主要的核心服务 作业流程或是人员活动等等的一些因素 所发生缺失的时候 包括服务企业无法提供顾客需要的服务 以及不合理的一个延迟服务的时间 或者是无法完成主要的核心服务的时候 服务人员处理顾客抱怨 让顾客产生不愉快的感觉 例如说像顾客到餐厅用餐 却发现主要的餐点呢 都停止供应 无法满足顾客的一个需求 或者是呢 游客到所谓主题游乐园玩 结果发现呢 许多的游乐设施 无故的故障 或者是呢 经常维修 那就让顾客感觉到产品 或者是服务的价值不如预期的时候 而服务人员呢 又没有办法在现场做妥善的一个处理 那又比如说像航空公司 它无预警的取消航班 造成旅客呢 形成延误 当以上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 如果服务人员处理不当 就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服务失误 那第二类型的服务失误呢 是员工对顾客特殊的一个需要 跟请求的一个回应 这个是在所谓正常服务传递过程之外呢 服务人员针对顾客特殊要求 以及个人的偏好 而提供的服务反应 包括当顾客提出特殊需求 或者是偏好 顾客发生错误行为 或者是干扰其他顾客时候的 一些员工的反应 当服务人员无法满足顾客 所提出特别的要求的时候 那么顾客呢 就会因为服务不周到而产生心里不愉快的一个感觉 例如顾客要求餐厅提供孩童高脚座椅 但是餐厅设备有限 没有办法提供多余的儿童椅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产生服务失误 或者是搭机的旅客要求更换餐点 但是空服人员未能妥善地处理 旅客的要求的时候 也会产生所谓的服务失误 那第三种类型是员工自发的一个负面行为 这是指员工的一个个人服务态度 服务技术还有敬业的精神等等行为的缺失 严重地影响到顾客对于整体服务传送的一个观感 或是妨碍到整体服务传送的一个程序 使得顾客因为现场员工服务得不适当 而产生不愉快的感觉 包括员工不适当地关心顾客 超出应有的一个服务标准的行为 还有员工的不伦理道德行为 受到顾客或主管责备时的反应时 例如餐饮服务人员主动推荐顾客餐点 但是这个餐点又不合顾客的口味 造成顾客抱怨的情形 或者是说有一种情形是 情侣一起到西餐厅用餐 但是男性服务人员主动跟该位女性顾客搭讪 造成男性顾客的不满以及抱怨 那第四种类型是 问题顾客本身的一个行为 包括顾客酒醉闹事 口语的伤害 身体的伤害 破坏公司规定 还有顾客的不合作行为等等 比如说像航空公司曾经发生 许多旅客在所谓的酒醉之后闹事 不但影响到其他旅客的一个权益 也严重影响到飞航的安全 还有像目前餐厅全面禁烟的一个情况底下 还是有可能有许多顾客 无视于相关的规定 造成服务业者或者是其他顾客的一个困扰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有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旅馆或者是餐厅 他们的自助餐通常是采用吃到饱的一种方式 但是它不提供顾客外带的服务 但是就有许多顾客 会因为破坏这样的一个规定 私下外带 引发顾客跟服务业者之间的一个争端 谢谢邓老师的详细说明 透过以上的说明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这么多的一个服务的接触的过程当中 其实服务失误是许许多多 那么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这四大类 在接下来我们谈以下的部分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另外我们根据服务失误的意义 我们也可以将服务的失误 依据它是核心的服务 还是在服务接触上面产生的失误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两大类 那我们也跟各位同学详细的解说 首先核心的服务失误呢 是指的是所有与服务本身有关的失误 或其他技术性问题的错误 包括了核心的服务的错误 收费的错误等等 例如服务人员他送错了餐点 或者在结账的时候呢 发生了失误 那不正确的服务的提供 那都会导致顾客个人 或者是财产的损失 那么第二类型 那服务接触的失误呢 是指顾客和服务人员之间 人际接触互动所发生的一种失误 而服务接触的失误呢 大部分是因为服务人员 他个别的态度或行为的问题 包括服务人员莫不关心 不礼貌 未能及时反应 或者是不够专业 例如许多需要直接与顾客 接触的服务业者 时常会发生顾客和服务员员的一种争执 后来呢 可能却是因为 店员的情绪化的字眼 可能就不小心得罪了我们的顾客 造成业者的一个商与的损失 那么另外呢 许多的学者呢 那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他从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呢 我们也可以把服务的失误呢 区分为服务的结果和服务过程 失误这两种类型 那么究竟呢 这两种类型呢 是什么呢 我们也请邓老师为我们详细的做介绍 好 那第一种类型叫做服务结果的一个失误 那这个是顾客呢 他没有办法完全得到 他应得的服务结果的失误 也就是实际服务上所产生的一个失误 例如在春节或者是旅游旺季的时候呢 许多航空公司或者是观光旅馆 他们会采取所谓的超额定位 或者是订房的机制 导致部分顾客呢 没有办法一约得到应有的服务的时候 那又如像许多消费者到餐厅用餐 是靠菜单上的照片来决定 我要点什么样的菜 那有许多顾客发现图片上面所呈现的餐点内容 和实际的内容差异很大 让消费者觉得好像受骗上大 那第二种失误叫做服务过程的一个失误 这个是顾客呢 在接受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个失误 主要在于服务人员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上面 那顾客在接受服务的一个过程当中 服务人员对部分或者是全体顾客 表现出所谓轻忽甚至是恶劣的一种服务态度 让顾客感受到令人不舒服的感觉 例如过去曾经发生过航空公司地勤人员 和旅客争吵的激烈的场景 双方越吵越凶 那旅客呢不断的高声质问 这是服务员该有的态度吗 甚至标骂不雅的字眼 然而地勤人员这时候也不甘示弱 大声回呛甚至气得摔电话 火气相当的大 让路过的一些旅客看到了也相当的傻眼 那航空公司虽然事后对这起事件呢 有分起来 有对所谓大众道歉 并且对相关人员就做出所谓的停职处分 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过程当上面的一个失误呢 已经造成了 谢谢邓老师为大家的详细解说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节 服务补救 那么有了以上的服务的失误 那如何去对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失误呢 来进行处理呢 那这部分我们将介绍服务补救的意义 还有原则 以及在进行服务补救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公平理论 首先我们介绍服务补救的定义 所谓服务补救 是服务企业或员工 为了因应服务失误所采取的行动 以及反应 当服务失误发生之后 服务业者为了要弥补失误 会对顾客采取服务的补强 或修复的措施 包括退款 减价 换薪 赠送礼物 优待券 或者是折扣 那么管理人员出面的处理 或者是口头的一个抱歉 等等的这些的行动 来修复服务传递过程当中 对顾客所造成的相关的损害 从顾客的观点来看 顾客希望透过服务补救的机会 来获得应该的服务的水准 甚至要求实质的一个补偿 以弥补因为服务失误 所造成的时间或精神的损失 而服务的补救 大致上我们也可以区分为 实质性和心理性两种 所谓实质性的补救 指的是提供真的 或者是认知上的一种损害 实际的一个补偿 例如免费折扣折价券等等 主要是补偿顾客 因为服务失误而导致的成本 或者是方便性上的损失 而心理性的补救 则是直接改善业者和顾客 需求相关的一个情况 主要是采取口头道歉 解释或者是关怀的方式 心理上的补救 是一个既简单 又经济有效的方式 但是若不当地使用的话 也可能会反而造成反效果 而增加顾客的负面的经验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那服务补救 它对于企业来讲 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在现金的一个消费的环境当中 服务补救的措施 对于顾客满意度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在服务品质管理的 一个经营策略当中 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举例来说 全球知名的文化饭店 那么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服务补救 那么他们秉持的一个原则 就是过度的补偿 例如过去曾发生过 房间的迎宾的小点心当中 服务人员少放了一包的茶包 那么当服务人员发生之后 除了立即补上之外 还会增加水果或者是饼干等 以便及时地挽回顾客的心 给予比顾客预期还要更多的一个补偿 那快速地将顾客的心引回来 这就是文化饭店的一个坚持 那过去我们也有许多学者发现 其实如果满意服务补救的抱怨顾客 他会比满意但没有抱怨的顾客 有更高的一个购买意愿 因此服务补救的工作 虽是企业产生令顾客不满意的 之后的一个补救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当的话 其实我们服务企业也可能 因此再度获得顾客的青睐 更重要的是 目前许多的消费者 普遍都已经认为 当服务发生失误之后 服务企业应该要采取 相关的弥补失误行为 所以许多的知名的服务企业 都已经体认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因此投入许多的资源和努力 进行相关补救制度的建立 以及服务人员的一个专业的培训 那么在我们谈论下一个部分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接着 那服务补救到底对服务企业 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这个部分我们请邓老师为我们做说明 至于服务补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 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谈 第一个是可以提升顾客的一个忠诚度 服务企业若在服务失误发生后 采取立即而且有效的补救措施 可以强化顾客认同所购买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内容 也能够使顾客得到第二次服务满意的机会 进而提升顾客的一个忠诚度 过去学者曾经提出服务的补救矛盾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指的是顾客在经历不满意后 若服务企业能够进行高度而且优良的服务补救 顾客的满意度会比第一次就经历满意的顾客来得更高 而且更能建立顾客的忠诚度 但是如果再发生第二次服务失误 那么服务补救的矛盾便不会存在了 也就是说顾客可能会原谅服务企业的第一次错误 但如果说服务失败若是再发生 便会让顾客醒悟 那第二个重要性是提升企业的一个获利能力 服务企业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服务的失误 除了会失去既有的顾客 更可能因为负面的口碑而流失了潜在的顾客 影响到服务企业的长期营运绩效 虽然服务补救是顾客不满意之后 服务业者的一个补强行动 但是如果处理得宜 反而使企业拥有更忠诚的一个顾客 增加顾客的再购意愿 因而提升企业的一个获利能力 那第三个重要性是可以消除顾客关系的裂痕 当顾客抱怨的时候对于服务企业所提供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已经留下负面的印象 也降低对该服务业者的信心满意度跟忠诚度 虽然服务失误有时是无法避免的 服务企业如果能够重视服务补救的措施 适时地发挥它的功效 修正服务传递过程中比较弱的环节 也可以挽回受损的一个顾客关系 谢谢邓老师的详细说明 有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服务补救其实是对企业来讲 是另外一个机会 挽回我们顾客的一个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服务补救的原则 那么过去学者也认为 这个企业呢 他在提出一个服务补救上面 如何执行呢 有以下的原则 首先第一个是要尽速地确认 服务失误的问题所在 那第二个呢 是要主动地表达 进行服务补救的行动 来弥补这个服务补救 表达这个意愿 第三 不论是失误的责任 是否是服务企业所造成 都应该尽力为顾客来解决问题 第四 进行服务补救之前 应该要事先预期 顾客所需要的补救方式 第五呢 这个第一时间 如果这个服务发生失误之后呢 我们第一时间就必须要去采取 服务补救的一个措施 第六 加强员工的训练 在人际的沟通技巧方面 第七 是要适度地赋予我们第一线 服务人员的一个权限 以便他在做服务补救时 能够授权 那么接下来 我们跟各位同学介绍 在我们进行服务补救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平理论 那么适用在解释 补救的过程当中 那在补救的处理机制上面 我们应该要去了解 服务补救 他对于顾客内心的一个公平感受 所以很多的学者呢 就从公平理论的角度 来评估服务补救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个补救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到 顾客对于程序的公平 互动的公平 以及结果公平的认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请跟老师 为我们详细地做说明 有关于第一个程序公平的部分 它指的是顾客向服务企业 抱怨的一个程序 政策 规定以及需要花费的时间 资源等等 而顾客相信服务业者 在处理补救过程当中 符合公平原则 不是过于繁琐或做作的样子 那程序公平是由服务企业 勇于承担服务失误责任开始 最好是第一线服务人员 在第一时间回应跟处理 所谓顾客抱怨的问题 例如说向顾客向航空公司的主管 反映地勤人员的态度不好 那现场主管呢 马上向顾客致歉 并且承诺当天调查清楚以后 会给顾客处理的一个 情形的一个报告 这个在所谓程序上 它是让顾客感受到公平的 那第二种叫做互动公平 在顾客抱怨过程当中 第一线服务人员和顾客的互动关系 主要涉及服务人员处理顾客 抱怨问题的时候 带给顾客的一个感受 那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线服务人员表现 漠不关心 事不关紧的态度 以及不离不采的一个消极处理 顾客就容易感觉到 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因此呢 服务人员首先要表现有礼貌 关怀顾客的一个遭遇 还有诚实负责的一个态度 对于失误事件的过程 详细解说清楚 那服务业者唯有教导员工 从顾客的一个观点 来看顾客抱怨 才能够真正了解 为何顾客会沮丧 焦虑 甚至于愤怒 例如旅客脱运行李 如果遗失了 航公司服务人员 在处理顾客抱怨的时候 能够有耐心的倾听 并且让顾客了解 相关的申请手续 告诉旅客应该如何填写 后续的表格来争取 为旅客争取所谓相关的权益 在互动上旅客就会觉得 他是有获得公平性的 第三个叫做结果公平 顾客关心他向服务企业 提出抱怨以后 能够得到何种结果 常见的一个结果公平的 一个补救措施 包括所谓的退款 退货 还有提供维修服务 或者是赠送其他的赠品等等 例如顾客反映餐点 有问题的时候 服务人员除了将原来的餐点 端回厨房 给予顾客新的餐点 并且会再附赠饮料一事补偿 消费者购买电视购物的商品 后来也会发现所购买物品 电视当中所看到的商品 有差异的时候 那顾客要求退款 或退换商品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一个结果 如果达到了 那这也是结果公平的一部分 谢谢丹老师的详细说明 透过以上的说明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进行服务补救的过程当中 其实要注意这三个部分 这是顾客所感受到的 一个公平认知 那么我们这一个讲次 主要介绍的是一个服务失误 失误之后发生 那我们企业如何去补救 那当然对我们服务业者而言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所有的服务都是没有瑕疵的 所以透过这一章的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很了解知道 就是说怎么样去挽回我们的客人 以上是本讲次的内容 下一讲次我们将介绍 第十七章顾客抱怨管理 重点包括顾客抱怨的行为 以及顾客抱怨的处理 第三是服务保证 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